我是中医师李孙福 我们怎么去发现我们自己的肝脏 开始好像不行 好像不好 好像没那么容易 当然一般的人说 你脸黄 眼睛黄 那是肝病 不是肝的新陈代谢不好 肝的新陈代谢不好 最主要第一个是常常感冒 一天到晚打病涕 流鼻涕 那个也是肝不好 你不要以为那个都是鼻子不好 因为一个人他一直要散热 鼻腔里面一直要冒出那个热量出来 整个你的头脑里面一件事情 老是在哪里想不通 未来一件不如意的事情 从十几天前一直心里 一直痛苦 一直烦恼 一直没有办法解脱 为什么 你的新陈代谢乱掉了 肝脏的最出名的一个作用 就是新陈代谢 可是我们很多人日常生活里面 他的新陈代谢在衰弱 都在不自觉的 以为 比方说有的人睡醒了 可是他就是睡接着好像没有醒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新陈代谢 你的新的生命力都没有出现 新的活力没有出现 新的能量没有出现 很多人就怕脸上有黑斑 睡醒了 眼睛还是干涉 睡醒了 头脑还是糊糊的 睡醒了以后想要去工作 手脚无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去运动 运动很久也不流汗 这一些都是叫做新陈代谢 所以我们只要你非常好的睡眠 只要你知道你适当的供给营养 只要你知道说 你要一定要每天让他有运动 让他有流汗 让他有达到新陈代谢的作用 很多人对干火大 大部分都会想说 我吃凉的就好了 吃什么苦瓜 吃什么退火的 其实退火的东西 有的又把它弄成冰的 那个其实更不会降火 因为我讲 一个人如果新陈 这个是最重要 就新的能量 好像你肚子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新的能量 第一个你口水会甜 你的身体里面的营养是很新鲜的 你的组织会活化 你怎么会有干火大 所以如果你肚子里面 又给它吃冰的下去 又给它吃凉的下去 它整个降温了 整个降温的营养化学就乱掉了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在注意这个干的营养化学 第一个要减少喝酒 减少不是不要喝的 第二个要减少注重 尽量不要喝冰的 少喝冰凉的东西 尤其是有过敏体质的人 更不可以喝冰凉的东西 容易感冒的人 也不要喝凉的东西 这个是喝正常温度的 它会行使得比较好 我们人体里面 这个眼睛是你的肝的观世音菩萨 如果你的肝有病 要早一点休息 一个人要让自己的 这种免疫系统健康 必须要对我们身体的肝脏的运作 跟我们生活如何来保养肝脏 做一个深入的探讨 那么我们可以从我的治病经验 跟我的人生的养生的经验 来跟各位网友 好好的探讨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